第270章 阴风炼体 古碑空间异常的辽阔广阔 林栋即便是有着小颜待步 但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飞行后 却依然是未能见到有丝毫的尽头 那种沧桑与沟迹的味道 始终都是萦绕在鼻下 另的人的心情都是为之变得沉重 这一路而来林栋遇见过不少人 虽说古碑空间很是辽阔 但显然此次进入其中的人数 也是相当的恐怖 因此即便是分散开来 依然是能够时不时的遇见 不过虽然遇见了不少人 但林栋确实没有因此而停缓速度 进入古碑空间的人 大多都是想要捞取点宝物 彼此间却是互相窥探 与他们通行不仅没有什么效率 反而会引发种种麻烦 而在这一路中 林栋同样是遇见了不少气息凶悍的妖兽 这些妖兽也的确实如同小雕所说 拥有着一些远古妖兽的血脉 各个凶悍无比 期间林栋更是多次遭到攻击 但好在并未将他的速度拖缓下来 沿途中林栋也发现了一些 在外界颇为罕见的灵妖 不过他却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这些东西虽然算是罕见 但还远远达不到打动林栋的地步 而且他明白 真正的宝贝是在古碑空间的中心地带 这外围的一些东西在他眼中 只能算作平常 而在林栋这般全速的赶路下 天色也是迅速地变得暗淡下来 隐约间天空上逐渐地涌出 一些冰冷彻骨的寒气 全速飞略的小岩突然停下了身形 林栋眉头微皱地望着暗沉下来的天空 那种奇怪的寒气 即便是以他的肉体强度 都是感觉到了一丝刺痛之感 没想到啊 这古碑空间中竟然还有着 弑骨阴风 小雕坐在林栋的肩膀上 望着天空上的那些寒气 突然有些讶异地倒 弑骨阴风 那是什么 林栋微微一正 他伸出手掌 的确是感觉到了空气中 渗透着一丝丝 犹如刀锋的气息 在那种风气中 透着冰冷彻骨的寒意 一种人为的强大手段 这事故阴风极为狠辣 若是被其波及 连骨头都能够侵蚀而去 一般说来 只有那些大宗派 才能够施展出来守护宗门 小雕解释道 竟然是人为的 文言临动面色一变 什么样的强者 能够做到这种改变天气的地步 现在人肯定都死了 应该是大阵之力吧 不足为奇 小雕随意地倒 那我们找个地方躲一下吧 灵动目光四处眺望 没想到这骨碑空间中 竟然危险到这种地步 若不是小雕出言提醒的话 他恐怕就有的苦的吃了 嘿嘿 别人或许是要躲一下 不过这对于你来说 却并不需要 文言小雕确实一声怪笑 说道 什么意思啊 望着小雕脸上的怪笑 灵动突然有些感到不妙 世古阴风固然很毒 但同样也是能够对肉体产生极大的磨炼 你如今方才将玉雷体修炼成功 还并不纯粹 若是借助者世古阴风之力 或许能够让得你的玉雷体 修炼至大成地步 到时候你的实力又将会上升一些 小雕笑眯眯的道 灵动听得脸庞直抽搐 为什么他的修炼就一定要这么苦啊 先前引雷脆体 现在又要来受这种阴风刮骨之痛 小子 这可是机会呀 这种世古阴风可不是处处能够遇见的 错了这一次 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遇见了 仅仅只是让你在其中待一晚事而已 若是让你正常修炼 请要将玉雷体修炼至大成 起码要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小雕说道 小子 你要看看你跟林郎天之间的差距 如果不拼命一点的话 怎么去追赶人家 对于小雕那恨铁不成钢的话语 林栋也是有些无语 最后只能一声哀叹 身形略上一座孤零零的山峰 然后拍了拍小颜 让着他躲在山峰之间 我的娘的就不信了 雷都披不死我 难道还能被这风给刮死我不成 盘坐在山峰最高端的位置 林栋抬起头 此时的天色一是尽数的暗沉下来 一种灰黑色的风卷悄然的在天空上成形 乌乌的刮动着 隐约间有着一种彻骨的寒意 从遥远的天空上降临而下 望着那突然间便是笼罩了天地的灰黑色飓风 林栋眼神也是有些凝重起来 而就在林栋凝神的时候 不远处有着树道身影 飞快地从天空上掠过 在路过林栋的上空的时候 还有着些许疑惑地看了一眼前者 然而还不待他们多想 一阵灰黑色的狂风 一是飞快地将这三个人所包裹 当下凄厉的惨叫声突然响起 在那刺耳的乌风声中 穿得老远老远 林栋望着那自天空上坠落而下 雪中模糊的三具尸体 也失忍不住地咽来一口唾沫 眼中有着一些惊激之色 昔然是为这弑鼓阴风的威力感到骇然 天空暗沉 灰黑色的弑鼓阴风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刻就连原本诸多嚣张的妖兽 都是躲进狂风不及的地方 不敢发出丝毫的一声 小子要来了 自己小心点 这弑鼓阴风在远古的时候 本就是那些宗派 拿来给弟子脆体的 这在大阎王朝可是享受不到的待遇 只要熬过去 对你好处不小 感受着天地间 那连石头都是能够动得爆裂的寒气 小吊的身体也是抖了抖 旋径直接是钻回石符 笑咪咪的声音在林栋心中响起 混蛋 见到这个家伙躲得比兔子还要快 林栋一时只能一声怒骂 然后急忙凝神 心身一动 浑身的皮肤便是开始散发出温郁般的色彩 远远看去 有如整个人都是变成了一块琉璃一般 这种弑鼓阴风显然威力极强 就算是林栋 也不敢独自使用肉体样扛 所以必须施展出玉雷体 方才能够进行淬炼 在林栋身体逐渐的被玉色光彩所覆盖时 那铺天盖地的阴风也终于是席卷而来 在黑色的阴风拍打在林栋身体之上 顿时无孔不入的对着林栋浑身毛孔钻去 剧痛也是在此刻如同潮水般的涌上林栋心间 那种无法形容的冰冷 直接是令得体内的血液都是出现了凝固的迹象 不过好在她的肉体颇为强横 精神垂筒间 死死地抵御着那种彻骨的寒冷风气 林栋的牙齿缝吸间不断地倒吸着冷气 不过这种冷气刚刚吸了两口 它便是满嘴被割出倒到血口 立刻满嘴便是涌满了鲜血 惊得林栋急忙闭嘴 生生地将嘴中鲜血咽进肚内 再不敢有丝毫的异动 阴风席卷 不过在这种疯狂的侵蚀下 林栋身体表面的那种玉色光泽 确实在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地变得越发明亮与纯粹 那种感觉就如同一块普玉 正在被雕琢成真正的美玉一般 而且在那种席卷全身的剧痛中 林栋也是能够隐约地感觉到 肌肉之中所涌动的力量 仿佛也是在一种缓慢的速度增强着 小雕的确没有骗他 这事故阴风对于脆体 的确是有着极为良好的效果 当然 前提是身体必须承受得了 那种可怕的寒气 不然的话 其下场 就会和先前那三个倒霉袋一模一样 天地暗沉 山峰之上 一道预所光泽在黑暗之中闪烁着光泽 灰黑色的旋风聚集在此处 狂风如刀 一刀刀疯狂地搁在林栋身体之上 带出无数道细密的白色痕迹 而随着这种白色痕迹逐渐的增多 一丝阴红之意 也是悄悄地渗透出来 最后越来越多 鲜血流淌 最后被冻成雪冰 凝固在林栋的身体之上 将那种玉色光彩尽束遮掩 事故阴风足足持续了一整晚 而林栋也是盘坐在山峰上 动也不动地经历了一晚上的阴风脆体的煎熬 第二天阳光撕裂云层 从天空清醒而下 照耀在了山峰之上 那一道浑身被雪冰凝固的人影身上 阳光照耀下 那雪冰之上突然崩裂开 一道道裂缝 雪冰飞快地滑落而下 而随着雪冰的掉落 一抹如玉般的色泽 缓缓地闪现而出 雪冰飞速而落 转眼间山峰之上 便是出现了一块人形玉石 在阳光的照耀下 翻射着极为亮眼的光泽 一口带着一些雪气的气息 从林栋的嘴中吐出 而后 那紧闭的双眼 也是徐徐地睁开 双眼睁开 让得人惊异的是 林栋的双瞳 竟是在此刻变成了玉石 冰冷间透着一种 坚不可摧的感觉 身如玉 眼为石 流离燃体 万物不可破 这才是真正的玉雷体 一 一